房中,凤九趴在床上,身上的红衣在腰间处被严主撕裂开,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只是这片肌肤上此时却有着一块乌青,严主正在给那乌青的地方抹着药,然后轻轻地揉着,让淤血可以化开。 每揉一下,换来的便是凤九丝丝的抽气声,明明她都没用什么力了,却仍见她疼得额头处渗出一层汗水。 见她小脸皱成一团,她不由地一阵心疼,手中的动作也跟着放轻了,原本的轻柔变成了轻摸。 这一来,是不疼了,可凤九却浑身蹭蹭蹭地冒起鸡皮疙瘩来了。 行了行了,别扔了。 听着那一脸嫌弃的话,严主的脸色妥妥地黑了,可一想到的是,她让她腰间乌青一片的,又生不起气来,再想到先前自己的猛浪,耳根不由地发烫。 如今那憋着的一股气消了,这时才有了一丝的不自在。 可她是个傲娇的人,就算不自在,也不会让她看出来,因此黑沉着脸,抿着薄唇,端着一副高冷的模样,退开了一步,站在床边看着那趴着的女人。 视线落在那被她撕裂的衣服上,眸光微动。 衣服在哪儿,本军给你拿一套换上。 凤九瞪了她一眼,你出去,给我叫冷霜过来,让人背水,我要沐浴。 眼主瞥了她一眼,视线掠过她微红肿的朱唇时,脸上微有些发烫和不自在,她飞快地别开了眼。 冷着一张脸沉沉地应了一声。 嗯,你趴着吧,本军帮你叫人。 说着,这才迈着脚步往外走了出去。 凤九英一直瞪着她,所以将她那不自在的神色和趴烫泛红的耳根看在眼里。 心下微压了一下,带她出了房间,关上门后。 她忍不住催骂了一声,双目作样。 当外面的灰狼和影衣看到他们主子出来时,不禁微压。 这么快? 主子,你出来了? 两人走近,见到耳根还微泛红。 心下一笑,想不到主子也会羞涩,真是少见啊。 想不到主子也会羞涩,真是少见啊。 不过,这办事速度是不是快了点? 灰狼盯着她,上下打量着,想着要不要让凤府的厨房晚上给主子炖点什么补补。 炎竹整了整心神,灭了两人一眼,见他们两人神色古怪地盯着她看着,当下沉下了脸。 愣在这里做什么? 去把那个较冷霜的丫头找过来,再让人送些热水进来,给她沐浴。 灰狼咧嘴一笑。 好好,属下马上去,马上去。 看样子是成了,这先前还在担心主子追七路遥遥无期,没想到这才一会儿主子就把鬼一摆平了。 连带大白天就把人给吃了,这速度真让我们望尘莫及啊。 见灰狼咧着嘴,一脸兴奋地跑了,炎竹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想想,这灰狼向来不着调,便也没去理会,而是对影医说。 从空间里去几样东西,跟本军去看看凤家家主。 是。 那边,也有人跟凤霄禀报了关于炎主的事情,因此,当凤霄听到炎主前来拜访时,他也没推着不见,而是让人请他进来。 房门打开,那名穿着暗华纹黑袍的男子走进来,凤霄不禁微哑。 那是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浑身充斥着一股刚毅而伶俐的王者气息。 那股曾华的气质,让他这个见惯形形色色各种出色人物的他,也不由地想要称赞一声。 好个曾华无双的俊义男子。 这样的男子,有着天人之姿,曾华的气质,王者的霸气。 如同九天之上的天神,尊贵地让人不敢直视。 这一刻,就连在他的面前都有些紧张起来,因为那股气势实在是太过赦人。 然而,他不知,他紧张,炎主比他更紧张。 天知道,这时他的,他的属心,因过度紧张而渗出汗水。 要知道这凤霄可是他的准岳父呀,他这第一回见岳父,这心情的紧张与忐忑,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跟在身后提着礼物的影衣,见主子有些僵硬的身体,免知他是紧张了。 朝凤霄看去,见他神色也有些紧张。 站在那里,似乎也忘了怎么反应招待一般。 他心知,应该是被主子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威仪给震慑到了。 身为主子的贴身影位,这时,他自时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于是,他提着礼物上前行了一礼。 方家家主,这位是我家主子,今日来到府上也是特来拜访。 这时,我主子一点心意,还请凤家主笑纳。 这时,严主行了一记晚辈礼。 一直想来拜见,我也想到今日才有机会。 晚辈若有做得不到之处,还请凤书莫惯。 一声凤书,让凤霄笑颜竹开。 再见他行的是晚辈礼。 心下对这年轻人,甚是满意啊。 哈哈哈哈,你有心了,坐,我们聊聊。 严主心下也一松,提示的心终于缓和了下来。 脸上也终于露出一抹笑容来,点了下头,来到桌边坐下。 一旁的影衣见两人已经恢复正常,便恭敬地退到一旁。 还不知阁下怎么称呼,凤书唤我墨涵便可。 哦,墨涵啊,你跟我家小九是怎么认识的,我怎么不曾听小九提起过你呢? 这样一个人物,他女儿怎么就没说起过呢?不应该啊。 我第一次遇见他时,是在大街上,当时…… 严主将与凤九的相遇相识的过程,说得恰当。 留了个心眼,只挑好的说,那些什么他将他掳走的事情,自是一概不提。 两人虽是第一回见面,不过这聊起来话题却不少,而且越聊越和睦,相处得甚是愉悦。 沐浴好的凤九听冷霜说,严主去了他爹爹的院子,不忧有些诧异。 他跑爹爹的院子去做什么,就不怕被轰出来。 不过,他此时没心思去理严主的事情,他眼下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因此,在整装后,他走出院子对冷霜道。 把解明金丹修士叫过来,我有事吩咐他们。 然而这话一出,就见那外头探头探脑的灰狼,咧着嘴走了过来。 鬼衣,你有什么需要人去做的,我也可以帮忙。 他殷勤地说着,想跑着来到他的面前,就想在他的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你? 主子有什么事都叫我去做的,虽然我也是金丹修士,不过我的身法和经验都比那几个金丹修士强多了。 现在主子也在这凤府,而且主子本来就想着赶快过来帮鬼衣解决麻烦呢。 鬼衣若有什么麻烦,需要解决的,大可交代我去做,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见他拍着胸脯,一副万事有我的模样,凤九不由诧异。 这灰狼,什么时候跟他这么对盘了? 往常可是怎么看他都看不顺眼的,如今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供得差钱了。 送上门来的牢力,不用白不用,而且,则灰狼的身法和隐藏气息本领,确实是比手下的四名金丹修士还要强。 既然如此…… 嗯,你过来。 他勾了勾手指,示意他靠近。 见状,灰狼兴匆匆地走上前,为傅儿去听他的吩咐。 当听到他的话后,他双眼一亮,不时地点着头。 拿去,交代过后,凤九将一个药瓶抛给他。 啊,唯一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凤府发生的事情,如同风一般,传遍了整个云月城。 慕容一轩纵是出不了府,此时也听到了消息。 他坐在府中亭子中,看着凤府的方向,幽深的目光带着复杂的光芒。 灭杀元英,那男子是他心细之人吗? 若不是,便是他是那男子的心细之人。 他是从哪里认识这样的人? 是哪段时间离开时所遇到的? 想到他跟自己说那些再无可能的话, 曾经,他甚至天真的以为, 只要他的实力修炼到一定的高度, 一定可以让他刮目相看。 可现在…… 只怕,永远都没有可能了吧? 慕容一轩神色落寞而孤寂, 也许他并不是如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深爱着他。 若不然,为何在他父王命人把守王府后, 他没有仕途出去? 主子,国主将人撤走了。 一名黑衣护卫来到他身后, 慕容一轩沉默着, 静坐着没开口, 而身后的那名护卫也站着没动, 没有离开,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良久, 慕容一轩问, 还有事, 今天青藤太子在前面与凤大小姐等人对峙时, 国主带人去后面闯入凤家主的院子, 不过那院子里有八名武宗把守, 国主没得逞, 折损数人后逃离了。 他只是想毁了慕容家老祖宗, 数百年一手建立起的王国。 震怒的他站了起来, 依袖一扶, 大步往皇宫而去, 甚至连马车都没叫, 直接提气飞略而行。 用了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便来到皇宫之中。 到了宫中, 他直奔大殿, 看到了那正跟几名武宗不知在说着什么的慕容伯, 他沉下脸。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毁掉这一切, 才肯煽霸甘休吗? 你以为你做的一切没人知道吗? 你太异象天开了! 慕容伯听到他的话后, 挥手示意殿中众人退下。 发什么疯? 发疯? 我看不是我发疯。 而是你! 你已经疯了! 你是疯了, 才会想去毁了凤家! 你是疯了, 才会想去毁一个忠心守护要日的家族! 你以为没人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 你以为没人知道, 萧叔是你判人暗杀的! 你以为你带人去凤府掳人, 凤府的人会不知道! 我的父王,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天真了? 慕容一宣看着一脸震惊的他, 转身大步离去。 怎么会? 他怎么会知道? 我明明做得很干净, 他怎么还会知道? 凤府的人也知道了吗? 他们会知道吗? 出了皇宫, 慕容一宣整个人弥漫着一股孤寂与悲鸣, 回头看了皇宫一眼, 这座宫殿, 他想, 不用多久, 就不会存在了吧。 第一次, 凤府的人忍了下来, 娇权卸任隐退, 哪怕凤叔昏迷不行, 凤府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对付慕容家的打算, 这一点, 一直关注凤家的他是很清楚的, 但这一次, 只怕就没那么容易压下了。 虽然慕容一宣对现在的他不是很了解, 却可以看出, 他并不是一个任人欺凌的人, 要不然, 清藤国的人也不会一次次地被教训。 突然间, 他有了厌倦, 有一种不想再待在这片国土的冲动, 也不想留下来亲眼看着这个王国毁于一旦。 心中有了离开的想法, 可心中却又仍记挂着那一人。 原本想去凤府再见他一面, 可以想他父亲所做的这些事情, 他生生停住脚步, 挥顿了一下, 朝凤府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一眼, 有着深深的眷恋, 有着浓浓的不舍, 纵是如此, 他仍毅然买不离开。 凤府中凤九的院落, 关系岭正跟凤九说着黑市最新调查到的消息, 关系岭声音微鈍, 略带迟疑。 也幸好那东西不是烦我, 最近终于有点眉目, 只是, 没想到这么一块小小玉片, 竟然会来自三等强国的大眼国。 哦, 那眼管是说是三等国家大眼国的东西, 那就应该是了。 什么事了? 爷爷被掳走, 我就分析过了, 对方修为, 深不可测。 轻易地潜入凤府将爷爷掳走, 却没有伤及府中之人, 便可断定。 对方不会伤及爷爷的性命, 拥有那样修为的人, 断不可能是要日国的人, 那就应该是其他国家。 既是别的国家的人, 又拥有那样的修为没伤人, 那极有可能是爷爷认识的人。 因此, 我跟爹爹说过之后, 便去爷爷的房间找了一回, 然后,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你别说发现掳走了爷爷的人是什么人? 那倒没有, 不过嘛, 可以肯定应该是爷爷认识的, 你看, 他从空间中取出一轴画卷打开。 爷爷的房间一般不让人进去, 我也是那天翻了他的房间, 才注意到这个。 美人图? 关系领威亚, 这幅画有些奇怪, 是美人图, 却又并非只有一美人, 而是还有一只彩凤相伴。 然而奇怪的, 就是那只彩凤拍翅欲飞, 却被那画中穿着一身素雅淡绿色衣裙的美人, 揪住了翅膀。 没想到爷爷竟会收藏美人图啊, 这画中美人还真美, 会不会是祖母以前的画像? 不过, 怎么就揪着一只彩凤了呢? 好奇怪的画风。 我原本也以为是, 不过我拿去问了爹爹, 他说不是, 这画中的女子, 就是他也没见过。 而且, 你不觉得这幅画, 也有含义吗? 还有, 这幅画卷, 有灵图印记。 灵图印记? 那是什么? 这美人图上, 有灵力的波动。 也就是说, 这幅画, 是一名修仙者所绘, 以灵力所绘, 你看到, 这下面的两个手指印, 你看, 那不是朱砂, 而是鲜血。 这幅画不仅可观赏, 还有一个作用, 这两个手指印若是消失, 既表示, 那个人也没了。 这个灵图印记, 跟长命灯有些相似, 都有同一个作用, 但更为高级。 我在古籍中查看过, 一般的国家, 还没有这样的灵图印记出现。 听着他的解说, 关系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对那些修仙法术什么的, 他还真不是很了解, 说了也只是模糊中知道一些。 于是, 他又看向那幅画。 那你说的含义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幅美人图虽然画风古怪了些, 看着也没什么含义啊。 若是其他鸟还好, 可画中的这一只偏偏是彩凤, 你不想想我们凤家正好是姓凤的。 我猜测, 当然, 只是我的猜测啊, 这只拍斥玉飞的彩凤, 代表的应该是我们凤家的一个人。 听他说一半不说一半, 关系里摸不着头脑。 你说了大半天我也没弄明白, 到底爷是被何人掳走? 我猜测呀, 应该跟他脱不了关系。 他的手指往下一指, 落到那下方落脚处的一个印。 大燕素希? 只是这名字能代表什么? 我说哥, 你的脑袋就不会转弯啊。 想想, 爷爷怎么将这美人图挂在房间, 这美人图上怎么会有一只彩缝? 这图上除了有领土印记之外, 印章处刻着的那几个小字是大燕素希, 而且那掉落的玉碎也指向三等强国的大燕国。 这么多信息联合起来, 还想不出吗? 那爷现在是在三等强国之一的大燕国? 是不是那个叫素希的女子让人给掳走了? 不会吧? 这女子掳人, 一般要掳也应该掳年轻人的呀, 怎么可能会掳老爷子走? 这怎么想起来那么怪异呢? 凤九收起画卷。 所以呀, 我不担心爷爷有生命危险, 我也将这事跟爹爹说了, 让他不用担心爷爷, 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了, 找个机会去那边看看。 既然知道爷爷不会有危险, 那倒是可以放心了, 不过, 那现在住在这里的盐主怎么办? 他看起来不是挺好相处的样子, 他打算在这里多久, 不会也是想带你一起走吧? 那家伙呀, 确实是难缠的, 我跟你说, 我对他也有些兴趣, 因为我从他那里偷了不少东西, 这亏心事做太多了, 现在债主找来, 我也是心颤颤的, 说话都没底气。 我听他们说, 他们去了义父的院子, 两人似乎聊到现在, 初见面有这么多好聊的吗? 正说着, 就见那抹穿着黑袍的身影, 副手朝这边走来, 关锡领一看, 试一道。 来了。 哥, 要不我去你那边, 避几天风头吧? 关锡领看了他一眼。 你还是别去的好, 他大佬远的过来找你, 你是逼不了的。 说着站了起来, 咧嘴笑了笑。 小九, 那我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 你再派人来叫我。 不带他说什么, 便快不得走出房间, 经过严主身边时, 抱拳行礼, 便往外走去。 唉, 凤九安叹一声, 只能起身走了出来, 站在房门口处, 看着院中的严主。 你要在这里住多久啊, 我让人, 给你安排个院子啊。 你这院子就挺好。 严主在院中桌边坐下。 最近本君手头上, 也没什么事, 就留下来, 在这里住段时间。 你身为主人家, 要知道不得带满了客人。 而且你父亲说了, 让你出过时间, 陪本君去城里走走, 看看云月城的风景, 和这里的民风。 我很忙的啊, 没时间陪你闲逛, 你若有那个兴趣啊, 我可以找几个人陪你。 他双手还胸, 威仪着身侧的房门, 摆明了一副 我没空搭领你的样子。 还需要做什么? 本君可以待劳? 他看着已在门边的他, 明明容颜绝美, 身段玲珑, 可那双手还胸慵懒的姿态, 却跟个男子似的, 带着几分不及, 精致的下巴青阳, 脸上神色带着几分冷然, 几分邪魅, 活脱脱就是一个小流氓。 看着这样的他, 他心下甚是新奇, 就不明白, 他怎么能有那么多变的面孔。 他可以纯真无辜, 似小白兔, 无害的仿佛谁都能 扑上钱咬上一口, 却又可以狡猾如虎, 满腹诡计算计着他的敌人, 让他敌人在最没防备的情况下, 输得最惨。 他性格古怪乖章, 一套脏乱的乞丐衣, 就敢往身上穿, 逢人就敢扑上去抱大腿。 对待敌人, 手段狠辣, 绝不留情, 身法诡异多变, 谭笑间就能取人性命。 可偏偏偏这样的他, 不知怎么的就入了他的眼, 住进了他的心, 让他至今都没想明白, 自己到底是看上他什么了。 最可恨的是, 他都将事情做得这么体面了, 他居然还一脸嫌弃, 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 让他每每想起, 都气得牙痒痒, 只想将他按倒在床上, 狠狠地叫去。 嗯, 就像中午那会儿那样。 想到中午的那一幕, 他板着的俊脸, 不由地缓和下来, 抿着的薄唇, 也微微勾起了一抹欢喜的笑意。 可他的这一副模样, 看在凤九的眼中, 却又成了另一副模样。 严主, 您老能不露出那么春心荡漾的神态吗? 看能我浑身弄起鸡皮疙瘩了。 果然, 这煞风景的话一出, 严主唇边的笑意一僵, 恼怒地扫了那一脸欠扁神情的凤九一眼。 这女人, 还是这般的不及风气。 严主啊, 最近我要忙的事情真的很多啊, 你如果要在我家住下, 那这阵子别打扰到我。 嗯? 虽然我很感激你帮了我们奉府一个大忙, 不过, 能力所及的是, 我还是希望可以自己做。 严主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却她虽面上迎笑, 但眼中竟是认真之色。 稍微一想, 便知她的意思, 因此别开了眼。 本君也不是什么人什么忙都会帮的。 如此就好。 冷霜, 带严主去她的院子休息吧。 等霜从外面走了进来, 请随我来。 就是她脸皮再厚, 可被她这一次次地往外推, 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她沉着脸站了起来, 溺了她一眼后, 脉步走了出去。 影衣看了已在门边的凤九一眼, 便也跟上了她主子的步伐, 走出这院子, 心下暗叹。 这五人跟鬼衣不是都成计好事了吗? 怎么两人这相处方式还这么奇怪? 看着他们离开, 凤九眸光深深, 梁九才收回目光, 转身进了房, 关上房门后, 进入空间修炼。 随着夜色降临, 奉命而行的灰狼独自前往皇宫, 悄然无声地潜入慕容博的宫殿, 见到宫殿四周有不少人守着, 他暗自嗤笑一声。 就这一点人就想护得住他, 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 这得罪他试想, 得罪了鬼衣, 他未来的主子夫人, 那麻烦可就大了。 想到鬼衣给他的那瓶药, 他拿出来在手中把玩, 一双眼睛转了转, 末了从空间里掏出一瓶来, 这才闪身掠过下面, 而一只防备着的慕容博, 根本不知道有人已然潜入他的宫殿, 来到他的身边。 子夜一过, 灰狼回到凤府便来到凤九的院子, 却见已经熄灯了, 只好先回他家主子那里, 还没进院, 就见院中的影衣瞅了他一眼。 你去哪儿了? 我去帮鬼衣办事了。 他咧嘴一笑, 兴冲冲地说着, 正要告诉他今晚去干什么好事了, 就听房中传来他主子的声音。 今晚。 灰狼目光一转, 主子心情怎么样? 自接了鬼衣的吩咐, 他就出府去熟悉路线了, 所以府里发生什么, 他是一点不知。 你进去就知道了。 闻言, 灰狼只好硬着头皮走进房间, 见主子坐在桌边, 他便上前行了一礼。 主子, 属下回来了。 严主喝着酒, 头也没抬。 帮他做什么事了? 属下拿着鬼衣给的药, 去皇宫走了一趟, 对那慕容博下了点东西, 给他点教训。 没杀了? 他挑眉, 本以为他知道是那慕容博在后面动手脚, 会将他杀了, 不过看情况, 似乎不然。 没有, 鬼衣交代不必取得性命, 他有的是办法, 让他生不如死。 严主沉思良久。 既然他肯使唤你, 你就多到他面前走动走动。 他若吩咐你办什么事, 不要留首尾的给他办好。 是。 下去吧。 是。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地走了出来。 奇怪, 这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好像哪里不对劲, 该不会又在鬼那儿憋了一肚子火灰了吧。 四日清晨, 他早早地就来到凤九的院子外等着, 只是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早起, 而是近中午时才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鬼, 大小姐, 你交代的事情昨夜我都做好了, 本打算过来跟你说的, 不过我见你早早就熄灯了, 就没打扰你休息。 有没有惊动他身边的人? 没有, 我在那里盯了很久, 才将他身边一个人杀了, 自己顶踢上去。 他就连是我走在他身边, 给他端茶倒水递东西都不知道。 不过, 我看那慕容博的脸色不太好, 估计是我回去后一直处于心惊胆战中了。 给他带我来带他去年纪录的火车。 这是我带你去年纪录。 希望能不能让他去年纪录。 感谢观看